我带你进去看看 好 我告诉你 以你这个脾气 管这个场 一点问题 严格 这个老黑啊 是个顺毛鱼 是吧 妈子好怎么都行 妈子不好啊 且跟你等着呢 不是 我不想干嘛 给我滚蛋 给我骂上人了 快点啊 成年磨磨蹭蹭 脾气跟你一样 快点快点 今天我们也晚点下班 老黑兄弟 怎么又骂开人了 过来过来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老黑 这是咱们厂 新来的厂长李林 那 这是老黑兄弟 技术大拿 握我手吧 你好 李叔 你好 那个 我出来乍到 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 客气客气 这是我亲妹夫 多 多照顾 没问题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上班的时候别老拿个酒瓶子 咱大白天的 别拿着酒瓶子 在车间里乱晃悠 好 还闭一口 闭一口 好好 想喝晚上哥请你 干活去 快点干活啊 驴 说你的 快点 走 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就问姐夫 我还真有个不明白的事 什么姐夫 你不跟我说 咱们厂特别严格吗 那怎么上班有喝酒的呢 谁啊 老黑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咱厂的技术大拿 这个厂如果没有他 技术就玩不转 你知道吗 别说喝酒了 就是在这鸡床上躺着睡觉 我都不管他 在广东有技术的人 就是赢 明白了 走 看看你的办公室去 我还办公室啊 当然 因为 根据局里的指示 我从小李去了一趟广东 了解周云同志的情况 总的来说 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和周云同志汇报的不一样 周云根本就不是靠卖摊位挣个钱 而是他炒卖土地挣个钱 在买卖土地过程中 初四五和刘美他们没有参与 他们在东宁只待了两个月 整个炒卖土地的过程 都是周云一个人作为 据我们了解 周云是和一个专门靠买卖土地 一个个体商贩 他们一起联合 用 52万 买了75亩地 然后 又以90万的价格 把土地卖出 土地买卖交易完之后 这周云呢 就回了长兴 情况 就是这些 这么说 同志们反映的情况是真的 这周云一个人 赚了三十万 要不是 刘美同志把事情说出来 恐怕 我们在座的各位 到现在都给蒙在鼓里头 周云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把得来的钱 分给初四五和刘美 反而却暴露了事情的真相 李林 哎 办公室怎么样啊 好 好 嗯 不错啊 嗯 李林同志 到 这把象征权力的钥匙 不错啊 这把象征权力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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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给你了 接着 给我 这办公室以后 就是你一个人的 真的 那当然了 那个电话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那是咱厂 唯一能打长途的 知道了吗 知道 来广东以后 还没给你妈打电话 没打呢 打呀 那是她 老板电话 我借一个啊 来 老板 好 我马上到 老板 这李林 能能喝两口 真能喝 叮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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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叮不到 李林 叮到什么 叮叮到 叮叮 叫 叮叮 是 是肯定的意思 可以 不错 很好 这么有意思 中午 老板请客 喝酒 喝大酒 不是 那你不上班 就喝酒加了 喝酒就是工作啊 叮叮 喝 你知道 你知道你现在 这状况是什么吗 什么呀 你看 你看那前上 写撒字什么 半成品 你不认识啊 你想想那半成品 我怎么 你认识啊 胆儿还有啥胆儿呢 不喝格 对 你呢不喝格呀 走 喝下去都无权费 这事啊 我看很麻烦 周云他是跟局里签了合同的 合同规定 周云上交了五万以后 他们所得的收入 全归他们自己所有 因此啊 周云他拿了再多的钱 我们也无权干涉 要说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 当初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 考虑得不够周全 不是 现在这个问题啊 关键是这个 群众们的意见太大 如果咱们再继续按照 这个合同去办下去啊 我担心会出问题 能不出问题吗 同志们有意见 那也是正常 你们可别忘了 周云拿的可是公款 他挣来的钱 如果要是 挣了个两三万 这事情 也不会闹得这么大 问题是 他一下挣了三十万 三十万啊 同志们 就是我 也接受不了 这个我也接受不了 我工作了这么些年 我还不如 周云在东宁待几个月 我不管他吃了多少苦 难道我吃了这些苦 还不如 他这几个月啊 不怕你们笑啊 我跟我爱人的工资 加起来的 省吃俭用 也到不了两万块钱 周云同志的问题 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们跟他定的合同 遵守不遵守 同志们的态度 我们应该怎么对待 这件事引起的后果 又是什么 两位老板 今天隆重向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厂 新聘任的厂长 李林 李厂长 来 站起来 让我看看 对 纯种的东北虎 东北人 对对对 东北人 瞧着身板 一看就知道是个东北人 两位老板 你们是国企大企业 什么人才都有啊 像我们这一号人才 估计你们厂就没有 少女厂长 你去学哪个专业的 北京体育学院 学拳击的 拳击 拳击 你还别说 咱们还真没有这样的人才 少女厂长 你是学大拳的 那你学的是什么拳啊 我学的是西洋拳 西洋拳 拳击就是西洋拳 西洋拳 那你中国的你懂不懂啊 我的老师略懂一点 永春拳 所以我也学了个毛皮 皮毛 皮毛 是毛皮毛 永春拳啊 是我们广东火山的 出展的大杂克 对对对 李小龙啊 对对对 想不想见识一下 我们李长长的永春拳啊 李琳 为两位老板 两位老板表演一个 好 好 今天永春拳打得一般 那就 今天我们的目的 就是给两位老板助兴的 随便比划 好 那我就献丑了 好好好 掌心鼓励 老板 不, 放开 不放开 不放开 我 不放开 好 不放开 不放开 保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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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老板 下次我出国考察 你可要把扫理厂长借给我 有他跟着我 我就什么都放心 那当然可以了 龙老板 只要你出国考察的时候通知我一声 我马上把理厂长发给你做保镖 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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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李宁 敬两位老板一杯 好 你都知道了 我的酒量就不怎么样了 今天就由李老板 李厂长替我敬二位 来 李宁 也要换大杯哦 好 那 按照我们都没人喝酒的习惯 谁先喝酒谁打印 我先走一个 服务员 周英同志 我想呢 这谈话内容 也应该清楚 就是找你来落实一下 你在这广东啊 究竟做的什么生意 你究竟赚了多少钱 你究竟赚了多少钱 什么意思啊 好 好 好 吴伟雯 黄大妹 来 来 好 谢谢 那我就开始打圈了 先从 刘老板这边 刘老板开始 刘老板开始 刘老板就把这种东西 刘老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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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板 开心 不响 签 唱 刘老板 开始 刘老板 金 坚弄 装 起 黄 绯 Zach あり 坚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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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呀 局里都对你有意见 我们这儿做领导的很难做呀 就不用兜圈子了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周云总之 这个事呢 局里呢 研究了好几次了 考虑到你在广州比较辛苦 你的工作呢 一般人也干不了 基于这点呢 上交 当然了 这个同志们如果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局里呢给你担着 那你看这个方案你能不能接受 我不同意 我姐怎么也没想到 领导也让自己把钱交出来 那一刻 她觉得心里最后的支撑崩塌了 以前熟悉的一切 都变得那样刺眼 那样陌生 姐姐我 我什么事没有啊 怎么样 给他们喝点 你没事是吧 一点事都没有 你没事是不是 还能笑呢 你没事 你愁死我了你 怎么了 你愁死我了你 怎么了 你今儿逼人家老板喝什么酒啊 咱跟人家喝酒 让人家喝美了 你倒好 你一倒好 不是 这个酒厂无大小我该喝得喝呀 这也就是在在这个广东 如果在长兴 姐姐姐姐 姐夫啊 我要不给他们灌桌底了些 我对不起你 你相信吗 你以为在自己家跟哥们喝酒呢 你以为跟朋友们喝酒呢 酒厂无大小酒厂无大小 咱这个喝酒 我告诉你叫应酬 你知道吗 咱的目的是什么 咱的目的是得赔好人家 是啊 正因为陪好人家 你让我说喝个叮当叮当的 我就叮当叮喝 你让我喝他个武功全废 我就喝他个武功全废 有错吗 你喝好了是吧 我还有点亮 你还有点亮 人家喝好了吗 不是 也行啊 也行啊 人家龙老板都说了 别 别愣逼着老板喝了 别愣逼着老板喝了 你听了吗 我上期劝你 还给我来了个小秦男女 你什么人哪你 姐夫 我问你 我们今天去干吗 陪人喝酒啊 不喝好能行吗 你喝好了 人家没喝好 我告诉你啊 不像在咱家 在长兴 咱是给国家打工 对不对 在这儿 咱是给私人老板打工 你知道吗 让老板不高兴了 分分钟开咱们 你知道吗 陪人家陪好了 龙老板就能接着个大单 你知道吗 那这个跟我喝酒有什么关系啊 本来好好的一个饭局 让你绞成鸿门宴了都 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意思的饭局 正因为我又打拳 我又这么喝酒才变得有意思 不就是让你住姓吗 不是让你拜姓吗 不转圈啊 我觉得这个圈应该是 你得转转 是是是 为什么呢 知道吗 我把这个酒头弄成这样了 你应该表扬我 你 你还说我 咱俩谁不转圈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我错了 我错了 我我原来一直转圈 今天突然就不转了 怎么说呢 死道普 我上 李连 我告诉你 做人分寸好歹 得分得清清楚楚的 把握得好好的 好 少在我面前阴一阵阳一阵的 还什么让我喊龙老板 不要喊龙字叫老板 我用他教 小孩都会 你就跟他明说 少在我面前 胡说八道 你说谁呢 你说谁呢 你姐夫赵永明 行了别生气了 来 吃点 别乱死我了 真郁吗 你不知道今天那个尴尬的劲 本来想买老板了 我还跟你 跟老板出主意呢说 李林能好两口 多好的事 配好了客户 她自己也喝美了 多好的事啊 拧了 有一个客户呢 就把酒给喝了 其中有个客户姓张的 死活不喝 那我就劝他喝呀 必须给我喝了 酒厂不大小 喝 他不喝 不喝 喝 不 还不喝 弄得尴尬至极 龙家闻那脸拉得跟驴似的 我刚才把他送过去的时候 我说了两句 我还苦口婆心地说他两句吧 跟我急了 那张永明凭什么说我逼人喝酒 他凭什么训我 行了 这李林刚来好多事都不懂呢 你是做姐夫的慢慢教着点 他再头脑简单也不能不转圈啊 在座的都是老板 他弄得跟个老大似的 喝 喝 行 你放心 我去说他 我说他的肯定会听的 你说他听 对 那那那以后 别找我 你说他去 我不管 姐夫对咱们不好吗 我看你是都忘了吧 你说咱们当时来广东 有什么呀 不就有两小包吗 你说这一房姐夫给的 这工作姐夫找的 我都没法说你 你说他现在说你几句 就算他说错了 你也犯不着这样是不是 我看你啊就是喝酒喝多了 以后不许喝酒了 桂花 来了 开门 来了来了来了 桂花 小表姑 小表姑姑 来 进来坐 姐夫 你们吃了吗 来 志华 志华 来了 行 来 坐坐坐 坐坐坐 我跟你姐夫还说呢 一会儿去你家看看 你们就来了 坐坐坐坐坐 李渊 坐呀 姐夫 姐 我在家都说他半天了 今天的事情我也都了解了 他做得不好 我们俩是过来陪你道歉的 姐 你这话说得对 我今天就是给那个 姐夫陪你道歉来的 姐夫 你别生气了 我是个粗人 说话比较直 如果你要实在觉得厌不清 你这副气你就大嘴不抽我 你看 没事没事 事情过去了 快 李渊 坐 李渊 李渊 我是处于好心啊 是吧 处于好心 对 走走走走 不是想为难你 真不是想为难你 我没别的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 真的 坐坐坐坐 就是坐坐坐 事情过去过去了 快快快快快 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葵花 快 给大点茶 好 陈主任 嗯 那个 徐主任正找你了 让你去他办公室 好 谢谢 好 好 志平同志 您安人是在梁氏局工作 对 昨天梁氏局几个领导到我这儿来了 说您安人在广东建窗口期间 赚了不少钱 当然 您安人是签了合同的 我好像听说赚了三十万 是二十五万 另外两个同志拿了五万 签衡地赚钱 拿钱也没错 不过现在 梁氏局反应很大 今天上午 梁氏局的干部 闹得惊悶来了 世纪访办也去了人 所以 梁氏局的领导 想让你做做你安人的工作 当然 你安人在广东 也是吃了很多苦的 赚点钱也是应该的 在保证你安人 正常收入的基础上 再给局里退点 这样领导做起工作来 就好做了 许伦 我爱人是赚了二十五万 这笔钱确实很多 但我爱人跟梁氏局 是签了合同的 既然签了合同 它就有法律效应 不管是我爱人还是梁氏局 都应该按照合同办事 现在你让我去做我爱人的工作 让他把钱交回去 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你说的虽然有道理 但现在反应太大 事情如果得不到解决 将直接影响到梁氏局的工作 你是党员 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没打算 一般说着我 这钱是应该拿的 一般让我交回去 这叫什么逻辑啊 这不是强盗逻辑吗 这件事吧 方方面面 还都得考虑周全了 我考虑什么呀 我就知道到最后 你得让我交这钱 你就是这么一个人 胆小怕事 我就不交 我一番也不交 周英同志 今天我和刘书记 再找你谈谈 别激动 咱们心平气和的谈谈 我们就是三名党员在一起 随便聊一聊 我和局长又没有什么惩戒 也没什么观点 说什么都可以 说什么都可以 这边就会脱下 都看到了 我们是不再来 都没有招待 三公里 一公里 那边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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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我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抗计aste 周云要是坚持不交捷 我们怎么办呢 你的意思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周云没错啊 组织让我谈话我就谈 个人服务组织嘛 就是周云一分钱不交 我们组织上也不能给任何处分 不是现在不是说了吗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 这部分人包括谁啊 包括我 包括你 也包括周云 如果他再不分交钱 我倒有个办法 不如把他给下到基层去 找一个偏僻的坚固的良院 让他先吃日苦 然后呢 我们再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 你看怎么样 这个建议好 至少可以平息方方面面的意义 因为钱的问题把周云调走 我觉得不妥 我看这样啊 我看这样啊 等周云同志来了 看看他什么态度 然后再定 我想各位领导 一定在等我的决定 在等我把钱交出来 现在我已经有了决定 我现在做了决定 但是在我说出我的决定之前 我想先跟各位领导 说说我的心里话 也许你们还记得 八个月前 是在局里没有人报名的情况下 几乎是被你们指派 去到南方开窗口 在这八个月里 我每天都在想 如果我真的赔钱了怎么办 局里会怎么对待我 我想你们一定会按合同办 会让我个人赔付 当然 你们也会同情我 帮助我 也许会给我困难补贴 也有可能 找出种种理由和原因 尽量让我少赔一点 可问题是 我赚钱了 而且 赚了二十五万这么多 这些钱 让我们都改变了 包括 在座的各位领导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你们变了 为什么 不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 你们平时宽容大度 这次 却不依不饶 我终于想明白了 在你们眼里 我只是个普通的职工 我不能干得比你们好 不能挣钱 挣得比你们多 哪怕这些钱 是应该属于我 这几天 你们不断地找我谈话 让我为了党的利益 放弃我个人的利益 说实话 我一分都不想拿出来 但我是个党员 我宣过事 我不能践踏我的事业 现在我决定 把所有的钱拿出来 一共是二十五万 同时 还有一封辞职信 从今天起 我决定辞去 我在粮食局的公职 从今天起 我不再是 梁氏菊的员工 也挺舍不得的 还有 局长 我想多说一句话 梁氏菊真的需要改革了 表姑 我能回趟老家吗 想家了吧 表姑已经安排好了 这一天你就可以回去了 你回去休息一个月 这一个月呢 表姑照样给你发工资 不行不行 那哪儿行啊 你们能把我留在城里 已经很感谢你们了 我这一回家又不干活 这钱我不能要 这有什么不能要的 这表姑对你了 有点心意 还有啊 对你从家里回来以后 你不到表姑父厂里 去上班去 表姑父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 我真的能去工厂上班了 那我明天不回去了 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明天啊 你还不能走呢 明天还有件重要的事等着你 什么事那么重要 表姑我给你借了个城里对象 具体是做什么的 他没告诉我 明天借你再说 城里人 那他能看上我吗 怎么会看不上你啊 我们一块儿长得多漂亮啊 那我明天穿什么去啊 我穿再行吗 我是不是得打扮一下啊 走 回去以后啊 表姑给你好好打扮打扮 好 喂 你好 志平吧 我是陈志平 我是何局长 何局长 你好 我告诉你个事啊 晓云呢辞职了 周云没跟我说过她要辞职 就是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 她把辞职递上来了 还是因为那二十五万的事吧 希望你能够做走她的工作 好 我知道了 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她辞职的了 您放心何局长 我一定回去做周云的工作 周云她不会辞职的 那就这样 好 再见 回来了 还没吃呢 我们都吃过 我给你热热 我不饿 别热了 总得吃饭 我真的不饿 我也不想吃 志平 我想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啊 吃完饭再说呗 我今天把那二十五万给交了 交了就交了呗 以前没钱的日子 爱不过得挺好的嘛 不 何况现在呢 家里电视洗衣机冰箱都有 都是抓回来的 还有件事我没跟你商量 我就自己做决定 我跟你说了 也别生气 志平 我辞职了 我知道 何局长打电话告诉我 小月 我知道 你现在情绪很激动 没关系 何局长说了 让你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都行 等平静下来 再回局里上班 这是不是你跟何局长说的 我 好 我 对 好 好 我 我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啦 表姑父 这酒店门口也没人等我们啊 傻孩子 人家是大老板 在包厢里等咱就不错了 包厢在哪儿啊 走 江老板 包老板您坐您坐您坐 来来来 坐下 先坐下 坐下我再介绍 这就是我们家桂花 好 好 桂花好 这就是我说的 王中文王大哥 在咱镇上 有钱 有钱 我们桂花呢 今年十九岁 家里呢条件一半 有几个弟弟妹妹 但是我们桂花能干 我们也要强 桂花 王大哥呢 老像面像老 咱们边吃边聊 好吗 好好好 服务员 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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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是什么呀 很贵的 太破费了 好 小姑父你电话 喂 老板 我马上到 马上到 马上到 盯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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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板 我老板啊 叫回去 有点急事 好 桂花 跟王大哥好好聊聊 沟通沟通 好 好啊 你们先聊啊 我先去 老夫夫 肯明 肯明 下一次还是我的啊 好的 桂花 来来来 子彩 来 子彩 子彩 来 哥 小影 你怎么来了 哥 你跟我姐吵架之后 她就一直在屋子里 不出来 敲门她都不理 我特别害怕你跟我姐吵架 我爸妈就是因为吵架离婚的 放心吧 小影 哥不会跟你姐离婚的 永远都不会 我也不拦她了 她又想去广东就让她去吧 我也没别的办法 我只有守着我这份工作 守着我们的家 要是你姐在广东 过得不顺心 待不住了 最少她还有个退路 那你同意姐去广东了 我不同意 还能有什么办法 嗯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